中国维权律师高志胜在近日台湾出版的新书《2017年起来中国》 所揭示的敏感内容引起了海内外各界人士的极大震撼 据悉 新书是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提到中共政权将在2017年完结 中国发生巨变 一个伟大的民族终于要站起来了 第二部分揭示了中共对高志胜律师的残酷迫害真相 第三部分是对2017年后中国的展望 据报道 高志胜律师表示 全书的最高价值是第一部分 而其看点则在后两部分 旅居澳洲的著名法学家 作家袁洪斌教授 就此接受了本台记者的采访 袁教授您好 那对于中共政权已走向末路 继而崩溃的这种说法呢 近年来在网上一直都有 但高志胜律师的这本书呢 是直接指出中共将在2017年败亡 而且高志胜律师还特别在书中强调 这一点呢是从神那里得到的启示 您对此怎么看 就是高志胜先生呢 有他自己的信仰 有他自己的神给他的启示 这我们都尊重 就我来看待目前的中共的政治局势呢 至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那就是在2017年啊 中共将面临一次重大的政治危机 那这次这个政治危机的结果究竟如何呢 会导致怎样的结果 那还需要继续观察 那么为什么说他会 中共在2017年会这个面临一次新的重大政治危机呢 我想主要有这么几个理由 第一个理由就是这个每一次中共的这个全国代表大会啊 实际上就是一次权力的分赃会议 同当然也是一次权力的斗争计划的这个会议 斗争计划的关键时刻 每一次这个中共的代表大会呢 都是一次这个权力斗争计划的这个时间节点 那么2017年啊 中共将召开第19次代表大会 在中共这个集权专制统治啊 它从来就没有形成过一套 所谓这个有法治因素的权力交接机制 所以每一次这个全国代表大会啊 权力分配实际上都是一次权力斗争的结果 所以这个从这个角度看呢 2017年啊 中共将将面临一次新的权力危机 当然也是面临着一次新的激烈的权力斗争 这是第一个原因 那么2017年中共会面临重大政治危机的第二个原因就是 中国的中共经济改革啊 已经走到了绝境死地 中共的权贵市场经济的改革 经过将近30年的运作呢 现在已经穷途末路 这个当前中国经济下滑 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遏制的趋势 因此呢 到2017年啊 中国的经济将面临一个巨大的危机 我想这是第二个理由 那第三个理由就是 现在整个由邓小平开始的中共市场经济 也就是权贵市场经济啊 已经造成了巨大的社会不公正 那么现在这个社会不公正啊 已经达到了一个极限的程度 两极分化 日益的趋向极端 社会不公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社会问题 那这个社会问题呢 也将在2017年啊 达到一个新的这个激化的程度 再加上这个从维吾尔人到藏人的反抗 也日益激烈 香港人民的争取自由民主的斗争呢 也越来越趋向这个一个新的高潮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中共在2017年啊 将面临一个巨大的全面的政权危机 我想那个高智晟先生这本书啊 指出2017年中共有可能这个垮台啊 我想他也是有他的现实根据的 这本书的第二部分讲述的是 高智晟律师所经历的残酷迫害真相 我看到网上有文章这样描述 从书中呢看到了中共政权的野蛮残酷和反人类 同时呢也看到了高智晟律师的强大精神力量 就是高智晟呢是一个当代中国的真正的英雄 在抗争中共暴政的过程中啊 他从来没有妥协过 从来没有屈服过 他的所经历的这些这个中共暴政的 对人权的摧残 司法的黑暗 监狱的黑暗 所有的这些呢都揭示出中共暴政的本质 那么我们在这里呢就有一个对比 一方面是高智晟先生 他不断地通过他的这个坚强不屈的这个表述 来揭发中共 在中共统治之下 人权遭受摧残的这种可怕的景象 不断地揭露中共国家恐怖主义的暴行 另一方面呢我们可以又看到呢 刘晓波先生呢在法庭上公开的赞扬中共的这个人权 有了进步 中共的这个司法呢 也人道化了 那么从高智晟先生对中共暴政的国家恐怖主义的暴行的揭示 和刘晓波呢对中共暴政的这个赞扬 那么这样的一个鲜明的对比呢 使我们更加意识到这个高智晟先生 才是真正说出了事实的真相 那么这次呢 经过了那么多的这个迫害之后 高智晟先生这次仍然敢于啊 出版他的新的著作 这是一次新的抗争 所以从这一次又一次这个高智晟先生 对中共暴政的不屈的抗争中 我们可以看到 一个当代中国的争取自由的英雄啊 正在把自己的这个足迹 深深的留在历史之中 那高智晟还在书中指出呢 中共这个邪恶的制度呢 造就了人性无底线堕落的悲剧 大家呢都是这个制度的受害者 不论是谁 那您对这个观点怎么看 这个高智晟先生 这个说法应该是很深刻的 共产党统治中国六十多年 将近七十年 中共建政啊 将近七十年了 这七十年里对中国国运的荼毒 对中国的这个最大的戕害呢 对中国民族人格的伤害 在长期的这个共产党 极权专制的统治之下 这种国家恐怖主义暴政的统治之下 中国人的民族人格 普遍的谎言化 奴性化和物语化 这才是啊 一个当代中国面临的最大的 这个悲剧 共产党统治中国的将近七十年 中国的这个传统文化 被摧残殆尽 共产党把中国变成了 马克思列宁主义 也就是来自西方的极权主义文化的 思想和政治的殖民地 那么在这样的一种 这个思想政治殖民地的统治之下 中华民族的文化 基本被摧残殆尽 从一个角度讲 共产党的统治 实际上是对中国啊 实行了文化性的种族灭绝 现在整个在中国这个大地上存在的 并不是中国的传统文化 而是啊 来自西方的极权主义文化传统的 现代经典表现 也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那正是在这样的一种 文化精神的这个殖民统治之下 中国人的民族人格普遍地堕落 所以高之胜先生提出的这个看法 值得我们所有的中国人认真的反思 反思的目的就是 要思考一个这样的问题 如何重新复兴中国的民族文化 融合重建中国高贵的民族人格 这是摆在每一个中国人面前都必须解决的问题 那高律师还在书中 希望被中共欺骗的人们早日清醒 退出中共体系 而且还提到 说出真相而真诚忏悔的都将获得宽恕 那您也知道 目前中国民间正在进行一场 退出中共的民众运动 您怎么看这种现象 是这样的 就是说我一直认为 这个退党运动 是一场中国人民的伟大的精神觉醒运动 也是在这个精神和心灵领域 所发起的一场无力起义 全民大起义 那么通过退出中国共产党 这个运动 它意味着 凡是投身到这个运动中的人 他们对共产党达到了一个新的认识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 就是只要退出中国共产党的人 他当然都会从精神上得到了一次彻底的进化 和中共暴政从思想的角度 彻底的划清了界限 退出中国共产党的运动 我们参加这个运动 我们支持这个运动 并不是为了制造仇恨 也不是为了消灭哪个人 所以只要能够幡然悔悟 退出了中国共产党这个邪恶的组织 自然会得到历史的宽恕 就在高智晟律师的这本新书 引起全球各大媒体的关注 同时我看到也有华人在一些媒体上留言 一方面表示对高智晟律师 为维护人权而付出的努力和遭受的痛苦 感到敬佩 但同时又对高智晟预言 中共将在2017年垮台不理解 认为中共垮台必将使中国13亿人陷入混乱 您对这个观点怎么看 我觉得有这样的想法 如果他是一个中国人的话 我很怀疑 他有可能是共产党的思想特务 用这样的一种婉转的方式来对高智晟先生进行攻击 如果他是一个思想糊涂的人 那么他的思想主要糊涂在他不理解一个基本的道理 那就是对于当代中国人彻底的摧毁中共暴政 才是符合中国人民的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 只要中共强权多存在以前 中国人民的这个苦难就会多延长一天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觉得像他的这种说法有一个基本的 糊涂的观点 那就是说好像没有了共产党 这个天下就会大乱 这是一个完全错误的或者是糊涂的看法 没有共产党才会有新中国 从中共建政以来 从1949年以来一直到今天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国内的所有的大动乱 都是共产党这个暴政所制造的 比如说59年的对藏人的全面的屠杀 59年到62年 饿死中国将近4000万农民的大饥荒 再到文化大革命的大动乱 再到这个8964 几十万大军屠杀学生 所有的这些动乱 都是共产党这个暴政统治所制造的 所以呢 只要共产党被历史所埋葬 它只会有一个结果 那就是出现一个心形向荣的新的中国 而且共产党一旦崩溃之后 取代共产党这个极权专制的 必然是自由民主的制度 很多人对自由民主有一个误解 当然这种误解可能是共产党的 这个官方宣传造成的 就是说好像自由和民主啊 必然导致混乱 他们错了 自由民主在任何意义上 都不意味着混乱 而是意味着一种坚强的法治秩序 所以呢 共产党崩溃之后 中国实现了自由民主之后 不仅不会混乱 反而会出现一个 前所未有的 体现社会公义的正常的法治秩序 所以我很怀疑这个人的说法 到底是由于他的无知 还是因为他受了中共的这个指使 故意的用这样的方式来攻击高智晟先生 中共的喉舌 环球时报也发表了时评 说高智晟的这个预言 就中共2017年垮台呢 是诅咒中国 高智晟的这个预言 中共在2017年大崩溃 全面崩溃啊 不仅不是对中国的诅咒 反而是对中国的祝福 因为呢 一个基本的事实是 中共暴政的对中国的统治 才是对中国人民的百年诅咒 正是在共产党暴政的诅咒之下 中国已经经受了那样多的苦难 所以高智晟预言 共产党在2017年将崩溃 只能意味着 对中国国运的一种祝福 一个摆脱了中国共产党的恶魔诅咒的中国 才有可能是一个自由民主的 欣欣向荣的国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